前方路口出現一團火光 往前看發現 竟然是一台機車正在起火燃燒 車廠煉火越燒越大 但如果騎士看傻了眼 趕緊報警 消防隊立即撲滅火勢 但機車早就燒個金光 變成廢鐵 這起車禍發生在13號凌晨5點 當時這台機車 疑似喘紅燈違規左轉 和同向快車道的紅色轎車 發生碰撞 機車在撞擊後 被彈回了慢車道 隨即起火燃燒 而紅色轎車為了要閃避機車 不慎衝向對向車道 直接一面撞擊 正在等紅燈的小貨車 紅色轎車車頭嚴重毀損 地上散過一地只體碎片 可見撞擊力道不小 因為撞擊中間不要停 不要停 所以它就電力向撞到很遠 我剛剛等紅燈 撞到很大力我也被嚇到 是啦 被撞的貨車駕駛 還是心有餘悸 因為當時自己懷孕18週的太太 也在車上受到不少驚嚇 隨即被送往醫院治療 據了解機車騎士身上多處擦傷 紅色轎車駕駛胸口痛 兩人也紛紛被送往醫院救治 俗信兩男一女都只有輕傷 沒有生命危險 由於快要天亮 不少車輛紛紛上路 凌亂的車會現場 警方一邊忙著指揮交通 一邊拍到搜證 詳細車會原因 還有待調查釐清 這個是知名新美食報導